辽宁舰、南昌舰以及长征10号核潜艇等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惊艳亮相 再次让外界正是中国海军力量的强大 除了这些外还有一类工程 设计重要性且丝毫不差 最近央视节目中中国海军列征了一款新型飞机 该机出现填补了我军的空白 此次列张的正是中国首款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也被称为高薰6号 同当前服役的反潜直升机相比 它的反潜海域面积更大 速度快 流空时间也更长 此前有媒体报道 相较于美军装备的P8A反潜机 我军还比较落后 近年来中国迫切需要装备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的呼声越来越高 高薰6号的出现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知道 今世行动的存亡往往也是细节的比拼 很多时候比起盲目进攻 提前预警反制反而更重要 潜艇号称水下杀手 一发鱼雷命中 战舰几乎意味着死亡 高薰6号正好能对敌方潜艇造成强大的震慑力 其张大的反潜机雷达能探测几十公里外的潜艇通气管 让敌方无处遁形 加上免胜直升机的速度 效率提升非常大 经过改造后的机腹增加了大型弹仓 可以投掷鱼雷 水深炸弹 声纳浮标等等 对于击退敌方潜艇的进犯也非常有用